很劲的那時候,我能夠拍一套三級片, 露臀臀的人家,都可以走去角逐,出街新人, 其實自己很榮幸的,因為你沒有想過,當時拍三個片是低俗、二流的階層, 你沒有想過,你拍那個階層純粹是去參與,學一下拍戲, 拍戲究竟是什麽一回事, 自己沒有想過,做完那個角色, 會有人提名你去競逐這個最佳新人, 因為你始終是一套三級片,低成本的製作, 所有東西都不是很grand的東西, 和不了情比起上來簡直是蚊比和牛比, 導演很有心機去做一件事,但始終是低成本的東西, 他有很多商業的東西要拍下去, 我古明華演繹的就完全是不商業的, 如果大家這麽好彩有機會看的話, 這麽好彩看到這套旺角畫場的話, 你會知道裏面的古明華, 是一些商業價值都沒有的一個演員, 他又沒有拿路,沒有說髒話,什麽都沒有, 他只是做演員而已, 而這個演員可能就因爲這麽特別, 你這麽三級片,又不講髒話,又不脫, 又不做藏戲,你做什麽呢? 那些人就覺得,要看他究竟在裏面做什麽, 這麽就提名了這個最佳新人, 自己很厲害,當然想著, 大佬你和袁詠儀,鄭秀文, 雖然那時大家都是新人, 但人家有名比你很多的, 還有你坐在那個前排那裏, 我們提名的所謂前排, 到一度說有你, 即是一度提名, 國族名單那時, 會Zoom你的, 那時我都未試過被人找電視機拍過, 那時坐在那裏的時候, 是飄飄然到, 不知道自己存在的, 即是自己是開心到, 家裏人在這裏看我, 我應該做什麽表情呢? 是不是應該很開心, 或者很鎮定呢? 是不知道自己做什麽的, 很開心的, 我相信我一個那麽喜歡演戲的人, 真是很難會放棄演戲, 即是我現在下了去配音, 我都還回上來拍, 巴不得媽媽, 其實, 絕對是因爲經濟的問題, 令到我, 沒辦法, 轉做下去配音, 而配音也是最接近我, 這麽多年來讀書, 這麽多年來的生活, 最接近我的一個工作, 因爲, 配音不多不少都有演戲, 要滲入它裏面, 那麽我就很開心, 我因爲這個人生觀, 令到我在配音這一兩年來, 沒有放棄過, 我對戲劇的探索, 我一直保持著, 配每一個角色的時候, 我也有認真地看人家怎麽配, 可能這樣令到, 其實在装備我自己, 到我兩年多之後, 拍巴不得媽媽, 我覺得, 有記者問我, 那麽久沒拍戲了, 或者之前根本沒拍過那麽重的角色的戲, 你不覺得難, 不覺得駕馭不了, 就正正是因爲, 我可能是因爲那兩年多, 我走了下去下面配音, 我每一日配的時候, 我都是想一下, 在那學著東西, 在那裝備著自己, 好了, 突然間兩年之後, 有一個這樣的角色, 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有壓力, 從來沒有覺得有難度, 相反我還很容易知道, 用什麽方法去approach這個角色, 用什麽方法令自己很有信心去做好它, 我經常騙我的女兒, 我說, 如果我每日都和你去吃些好東西, 你不會珍惜好東西的, 爸爸半年和你吃一次泡妃, 你就覺得那個泡妃好吃了, 你不用吃五百元的泡妃了, 到時, 吃三百元泡妃, 你就已經覺得很開心了, 我不知道他真的不明白, 還是被我騙到, 但是我每次這樣說, 他說, 那今天又不吃泡妃了, 是啊, 那好吧, 那我吃日式夜了, 即是其實, 整家人呢, 大家那種互相體諒, 互相支持是, 你很溫馨的, 大家都知道, OK, 半年吃一頓泡妃, 好, 總之我出去吃泡妃那天, 吃鮑魚那天, 我就要吃得很開心, 就是這麽簡單, 我們一家人就是互相體諒之下, 就算不是賺很多錢, 我是配音, 我是拍劇, 不是賺很多錢, 但是幸福, 幸福由此而起, 最光輝就一定未到的了, 每一日都應該好過之前那天, 這個是我終止來的, 所以, 我今天光輝, 可能一定有第二天光輝的今天, 估無論是做什麽, 不一定是做戲, 只要我真是實踐認真生活的話, 每一日都很精彩的, 但是我仍然覺得, 那幫網民, 支持我的網友, 他們無條件地支持了我這麽多年, 看那些留言, 他們真是愛了古命華這個人, 我覺得他們真是很有心, 大俠也是我, 乞丐也是我, 裁判官也是我, 主犯也是我, 那這些人才是, 我發現, 有這些人支持我那一刻, 已經是暫時在這一段裏面, 在我人生的這一段裏面最精彩, 即是我看回Facebook, 看回這些留言, 他們這樣支持我, 是我人生最精彩的一刻, 而且他們現在拿出來, 發起個每人一票, like數機這樣, 沒有東西再精彩過, 即是應用不了, 即是自己是被人, 放在心裏面, 不單是放了我自己, 我自己放棄了自己, 我沒有了自己, 所有支持我的人, 其實都很無條件地, 將一個磨碌, 講句難聽些的, 就放在心裏面, 其實是很難得的事, 我們來看這個, 那些事情かな, 把場面拍出來… 我們也是好看的, 幫忙一群, 有些困繩的選擇 放棄的選擇 我要回拍… 我現在是… 你… 我先要去哪個選擇的… 我好像是… 你… 在床裡就可以了幾個選擇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